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來拍一拍一條影片 就是關於很久之前我寫過一些文章 在這個Googlebot裡面寫過30篇文章 但當中只有3篇 現在還在公開 今天就給大家看看究竟有哪些是未給大家看的 可能是沒有公開的 可能我就會選5篇的文章給大家看 好啦 那就來了 好 那就這裡啦 我放大OK的 OK 2015年11月 6年前的文章 OK 那看看 一整天都有看Pokemon XY 物觀Pokemon有感 就是一些評語 這裡不會說全部讀完 大家可以暫停這條影片去看文章內容 OK 看一看 Pokemon的主角小子都是長生不老十歲 但畢竟是疑時最喜愛的卡通片 令我快樂過一段時間 所以現在也有ORAS 雖然感覺上這兩個字 基本上是不能互通或者有任何的關係 但畢竟是很久之前寫的 所以那些文章都一般 兩個沒有什麼關係 即是這個疑時的最喜愛卡通片之一 令我快樂過一段時間 然後現在又說ORAS 這個有點奇怪 想看作者何時可以令小智長大 這個應該都沒什麼機會了 因為大家都看到 XYZ之後就是新版 新版之後就出過這樣的新無印片 好 下面這裡就是關於一些 一些什麼 一些自己的想法 以及自己想看到的一些劇情 就是想看小智不再喜歡做精靈大師 過著一般又平凡的生活 想不到我2015年的時候 已經是會寫這些劇情的一些 即是已經有這個想法出來了 好 那突然某些事發生 以往的夥伴都會來探望小智 那這裡後面就是一些 以往的 和他一起旅行的人 對 點燃他心中的精靈大師的夢想 可惜的是小智 無論如何都不想再追尋夢想 這個就是當時想的劇本 我都不知道原來自己寫了這些東西 其實想看的就是 女主角對小智有什麼看法 小智好像對小智念念不忘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有個心在後面 XY的塞雷娜 也是一個小智的後攻 比以前更加主動 應該是說 比起以往的一些女主角更加主動 XY的1至60集是長頭髮 61集就是短髮 喜歡短髮 竟然當時喜歡短髮 OK 還有可以看到官方都開始改變 當時來說 我的確有這個想法 就是官方竟然在XY的篇章裡面 嘗試這麼大的改變 由當時可能 真是純粹 打架 然後去到失雷 放了很多愛情的元素進去 然後現在 一批人不知什麼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如果我再出多一篇文章 應該一散到不得了 還有什麼心無印 一城不變 就是火箭兵團 不知道上一季還是再上一季 看到火箭兵團真的改變了 改得很厲害 不知道應該是珍珠鑽石還是黑白 應該是黑白 應該是黑白 四處去調查 現在其實就是一些的 這些是什麼 這些是什麼 這些是哪一集的劇情 可能會有劇頭 但都很久之前 如果你要看的話 應該都很久之前看了 先看看 武俊和果然中 考慮日後的幸福 而放棄火箭兵團 話說這個武俊也挺漂亮 如果放了頭髮 因為他本身弄了頭髮所以不漂亮 這個應該是日本的網民去畫這個 衝完量的確挺有型 挺漂亮 OK 我問下一個 其實這些沒什麼特別的 沒有什麼特別 XY73集的妖精系道館 那些道館 題外話館主越來越漂亮 我相信從黑白開始的女館主也很漂亮 應該是說那個雷系那個 謎之星藍館主呢 藍館主好像沒有什麼印象 沒有什麼印象 服裝設計師的馬獸 將華麗推到極致 而且更加是妖精系的管主 妖精系的精靈都很可愛 小子姐姐對道館有興趣 身邊有皮卡 幼魚足夠了嗎 笑 笑 只是懂得打架 好 這個就是講鬼師一族 這個鬼師一族應該是 曾經有一集就是 遇到鬼師 大家在這幅圖也看到 這個是 尤尼加 是尤尼加 尤尼加 OK 就很久之前 曾經有一集就是 講這個鬼師 小子一行人 即是小子小霞小剛 一班人去了鬼屋探險 不應該是突然進入了鬼屋 之後發現那裡又是 很多鬼怪靈異事件發生的 其實就是鬼師通 即是僅鬼一家 僅鬼一家 僅鬼一家想跟這個小子玩 而這個就是 僅鬼一家再出來 但不知道是不是那三隻 我當時沒有研究過這個問題 沒什麼特別的 基本上 大家如果想看的話 記得可以自己 按回來看 好 Pokemon XY最後一集 92集 下集將會是XYZ的迎來 那這個是一個什麼呢 還以為小子打完卡爾斯聯盟才結束 但官方選擇是92集完結XY 然後XYZ的來臨 很想見到新的精靈 都是這樣 真的都想見到新地區有什麼新精靈 其實我已經不太記得了 不太記得究竟是什麼事 水主的水之波動 令我想起 這個就是龍珠不犯的一幕 這個其實有點像 這個已經是那隻 基本那隻 夾赫隱瓦的形態 好了 有七個徽章 作為小智的主角 當然不可以輸了 不好意思 曾經有一幕 就是不小心輸了 所以整班人很生氣 一大班人很生氣 對於這個結果 不用說 大家都知道 是哪一場 輸得這麼均烈 我們再看 再看一個 看這個 Pokemon改版 Discovery改版 好少 由外玩家改版而成 綠寶石改版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實況 記得看我的頻道 開始有畫面 BGM非常溫和靈 不需要進去精靈世界 真的有趣 對啦 2015年11月4日 大概差不多 大概有六年 五年多一點 其實都算是一種回憶 看很久以前寫的文章 其實當時 為何會寫這個文章呢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 那一期是屬於 比較摺 以現在的人來說 就是比較摺 基本上都不知道在做什麼 對於這個 Youtube的頻道 不知道做什麼好 所以就想想其他方法 看看開過Blog 還有那一期也看到什麼 Blog可以賺到錢 但是就 我不知道有沒有賺到錢 其實老實說 因為 因為只有這麼少 沒有什麼 怎麼賺錢 不過我有時看到上面 有廣告 這裡有個廣告 但我不知道 這個廣告 有沒有能夠 有沒有 成功幫我帶到收益回來 我也不清楚 對啦 11月4日 2015年 標籤是寵物小禎 這個應該是我自己的標籤 好 大致上 今天這個影片就來到這裡 最主要都是看回 以往的Blog的文章 究竟有什麼特別 還有 看回當時 我的想法是什麼 其實挺有趣的 看回幾年前 自己究竟當時在做什麼 當時是一個什麼環境 什麼的狀態 其實都挺有趣的 類似是一種 不知道 小學那些 做一個鞋 什麼時間狼 時間狼 那類 然後你可能寄信 給5年後的自己 或者10年後的自己 原來10年前 不知道還有什麼什麼 那這裡 五篇文章 五篇還是六篇 六篇文章裡面 我覺得最特別的都是這一篇 因為這一篇 有講到 關於 一些自己想的FF劇情 還有一些 對這個主角有什麼看法 失禮了 可能它有少許的轉變 就是 1-60集就是長頭髮 61集就是因為它要改變自己 所以剪了一個短髮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因為太久沒有看 太久了 所以我都不太記得了 OK 好 那今集的時間就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給大家看看 一些其他文章 對 還有我一開始都講過 這個blog裡面 有三篇文章公開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不妨可以去看看 那個blog的網址 我會放在YouTube頻道的簡介 好 那今集的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